今天来开箱一个基因检测的试剂盒 之前在视频中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阿尔茨海魔病有一个危险基因 叫做APOE基因 这个基因如果携带一个基因的话 会增加3到4倍的风险 携带两个意思型的话 大概增加12到16倍的风险左右 有的人会疑惑 就是说测了基因之后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如果说你提前知道自己是高危人群的话 这样子在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之前雷神演员的扮演者 他在一次真人秀节目中去测了APO 已经发现自己是两个意思的携带者 所以他生活方式就产生了很多改变 过去去了解这些基因风险 更多是通过家族史 当然家族史它只是说一个推断 如果您的直系亲子中 很多阿尔茨海魔病患者的话 说明您携带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毕竟意思在人群中也不是特别多 大概就10%到15% 在中国的这个人群中 好的 这个是外观一般的现在的设计盒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打开之后看到一个烟饰纸的采集器 然后还要扫码板定 一般来说都是包有的 这边是个说明书 一般微信板定了 板定了这个情况之后 用烟饰纸插口腔的内壁 我刚才已经刷过牙了 然后放入采集管 然后包装之后就48小时内寄回 采集前用饮用水漱口 刚刚我已经刷过牙了 所以核心就这么一小条 这个外包装到后面就拿来作为包有的一个保护壳板 好拿出来那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基因检测 是不是一定要抽血 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下都不需要抽血了 因为你去刮的话 口腔黏膜上也会有些脱落的细胞 然后把这些脱落的细胞把它插入到这个里面 它会把一些遗传信息给保存在这根管里面 这个是一个寄回带 应该是采集完了 放到这个里面就好了 后面的罗西西结果出来了 也可以给大家分析一期 因为它这个测的比较多 那罗西西家中有一些植锡金属 有种类的病史 所以我主要也是想了解这方面 APOE的话我自己是测过的 是APOE三型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这有两根的这个烟饰子 那咱们就先测第一根好了 好拿出烟饰子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只要刮口腔的内壁 好的刮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放在这个地方 这里呢有个一折的头 开一下它就断了 所以这一根第一根就已经进去了 然后呢咱们再进行第二根 第二根呢我就测右边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也给它放进去 好的接下来呢我就是板定书写一下信息 等一下呢下去邮寄一下 那后面呢等这个结果过来呢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也顺便呢验证一下我的这个APOE基因 是不是还是33 可以作为一个验证的指标 然后呢我也顺便看一下我有没有一些肿瘤的风险 有的话呢我未来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体检 或者说更激进的一些体检方式 接下来呢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个盒子里 OK 然后一切又放回去 抱起来 OK OK 谢谢大家